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協恩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18 年Paper 1 第16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題目 它就說現在第3個Terms 還有第4個Terms of a GS 做Metric Sequence 分別是720和864 捉一擊破 先看看APAC 它就問你 叫你Find the first Terms of the Sequence 老實說 這個Sequence 其實是一個GS 即是等比數列 我馬上拿一張單看紙出來才說 由於時間關係 我都留定畫定了這幅圖給你 我叫T1 做第一粒 T2 做第二粒 T3 做第三粒 T4 做第四粒 TN 當然是N粒 就是off這個Sequence 你想清楚 其實什麼叫GS 第一粒叫A 如果我們用英文字母A 就是first term R 就是common ratio 第二粒就是AR 第三粒就是AR 2次 然後AR 三次 予取到AR的N-1次 所以如果你給我做 它叫我找first term 就是找A 所以我在這裡 先做APAC 不如我寫低一點點 先做APAC 其實它給了一些資料給我們 那給了什麼資料給我們呢 題目有說的 不如我用粉紅色筆 它說第三粒是720 而這粒第四粒就是864 即是說現在你有兩條色 第一條色就是AR2次等於720 不如我叫它做第一條色 當然第二條色就是AR3次等於864 所以AR3次等於864 這個叫二色 老老實實 其實條題目 即是叫你解決這兩條例子 找A 順便找R 等下一定有用 看四款 等下找R好 不如也 找到它 找到它也不難 好 來的了 而事實上 你給我做 我們首當其衝 我就會將二色 先除一色 2除1 即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2除1 即是把這個 除這個 調轉除 所以A 大家約了 剩下R3次 超過R2次 即是R 然後這邊 就是864 再超過720 即是這個 就是6 超過5 不小心 你也找到R 其實 就是6超過5 這個 我不如叫它做三色 今次我把三色 因為我們現在目標價 想找First Term 即是找A 所以我們就把三色 隨便代 嘩 很噁心 把三色 濕個三色 就into哪裏都好 一色 目標就是想找A出來 換言之 根據一色 A乘R2次 A就在這裏 R2次 R就是6超過5 整個2次 就等於720 OK 所以 現在偉大的基本功 有禮 將二次 丟進去 兩個箭墜 換言之 現在就是66 36 就是36 A 超過5 25 就等於 720 將25 整個成過去 然後 把36 除過去 所以你不難發現 最後A 自己心算 也心算到 就是500 當然 按機 不用煩 換言之 所以 告訴別人 那個first term 因為人家不知你 什麼叫A 雖然我們知道 補花句 那個first term of the sequence 因為從來沒有說過 A是什麼 你自己聰明 所以告訴別人 first term of the sequence 就是500 是 500 好 整件事搞定 解決你 好像不太漂亮 移開一點 放回 是 現在科技 真的很善進 這樣就漂亮了 是不是 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B Park 那 B Park 就來了 現在B Park問什麼呢 叫你 Find the greatest value of n Such that 就是什麼 這句重要 綠色這句 就是 或者用藍色 highlight 好嗎 綠色 綠色 綠色好像帥氣 Such that 而導致發生什麼事 那個sum 加上 of 第n加一個 terms and 2n加一個 terms is less than 5乘以10 14次方 就是說 第n加一個項 再加上 2n加一個項 這兩粒 加上 要小於 5乘以10 14次方 那n是多少呢 他在問你這件事 好 事不宜遲 拿一張單行指 由於時間關係 我亦都把這幅圖留在這裏 其實這裏 完完全全前面 就是A part 不過我剛才都忘記提 橙色部分 其實在A part 我剛才忘記提 什麼叫做Tn 就是等於A 乘以R N-1 次方 其實這條就是 G S 那條的 Drenal Term 所以是Drenal Form 其實你這個要懂得背 好了 我解解後面的幅圖 那這裏不如我們在這裏做B part 我先記錄一下 在這裏待會將會做B part 不過說真的 那怎樣做這個黃色和藍色出來呢 因為現在這條題目說 第N加1的粒東西 那我馬上問N加1的粒東西是什麼 就是Tn加1 Tn加1其實 其實看都看到 那當然是Tn加1 他有問過藍色這兩顆加起來 所以你當然要找這顆 就是Tn加1 第2n加1 第2n加1 加1的粒東西是什麼 那你不難想的 就是將這顆 叫2n加1的東西 放到這個n 就是2n加1 就放到這個位 ar 2n加1 再減1 就是2n 所以就是ar 2n 可以嗎 用Generative Term 你都想到黃色和藍色這兩顆東西 所以我馬上看 那我就會說 由於你跟我說 現在就是黃色那顆東西 就是第2n加1的粒 就是ar 不過不要用A 不要用R 因為剛才A部分計算過 不如我在旁邊也記錄給你 吳國異地 剛才我們在A部分計算過什麼 不要忘記A是500 而R其實就是多少 吳國異地計算是6 over 5 所以其實你當然是用這些資訊 這些資料 你不會再用A和R 差點蠢豬豬 所以由於 它現在說 第n加1的粒 就是ar n次 那A是什麼 就是500 由於 所以我會這樣寫 就是500 再乘回 rn次 r就是6 over 5 n次 再加 再加什麼 就是藍色那顆 藍色那顆就是 A A就是500 再乘回 r就是6 over 5 2n次 好 好 就會是小 小 這個 5 乘以 10 14次方 這句話完完全全就是 綠色那句 題目講的那句 對不對 就是綠色那句 OK 可以 我都給你一個 highlight 讓你知道我做什麼 這就是藍色那顆 他說要小過 綠色那句 他說要小過 5乘以10 14次方 這就是綠色的部分 行不行 所以 其實真的發生什麼事 所以 如果你給我 我先約一些東西 走先 不如我就全息 除一除 500走 所以這裏有500 除 這裏有500 除 大家變成1 1乘1 不用成 這裏整個東西 約一約 其實應該就會變成10 12次方 我先寫好一點 換言之 前面這顆東西 就叫做6 over5 的n次 不如我先寫這個 好像這個 脂肪大一點 的2n次 我先寫藍色這塊字 可以嗎 就是寫這個 因為乘1不用乘 再加這個 就是再加 就是6 over5 整顆東西 的n次 就 好了 將這個 加10 的12次方 變成減10 的12次方 就是減10 的12次方 小過0 這條都幾次是一條 cojetic inequality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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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叫X 所以我整理好一點 我整理好一點 我再跟你說 其實下一步我會這樣撿 我會怎樣撿 我會怎樣撿呢 我會變成 6 over5 n 整顆東西 二次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呢 你試試把 把二次扔進去 把二次扔進去 把固固 就是6 的2n次方 就是這顆 我沒有搞過新的東西 只不過是寫好一點 再加 就是6 over5 的n次 好了 再減10 的12次方 就小過0 喂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我自己就看到些東西 我看到些什麼呢 我不如給你一個灰色的highlight 你吧 免得撞色 其實如果我這樣highlight給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或者我變大一點的color 這顆 這裡整顆 看到沒有 還沒看到 好 好 再幫一下你們 有些弱小小的同學 不要介意 如果你快的同學 能力較高的 你飛片 你不用管我 給你一個紅色筆 你看 如果這顆東西 我轉了它做 紅色這部分 紅色不出街 但我寫給你看 如果我轉了它做 x的2次 再加 x 再減10的12次 當然是個constant 10的12次 大一點 小過0 你懂得做嗎 這條就是 這個叫做 coject inequality 小過0 其實怎樣解決 按機之後 解決 其實你所謂的x 其實就是 6 over5 轉小一點 6 over5 n次 x就是6 over5 n次 看到嗎 看到嗎 所以我當紅色筆 做一次給你看 如果你做的話 我就會按 紅色筆不出街 我再次重新 等著藍色筆 才是出街的部分 所以紅色筆 不要抄到 answer book 答題簿 死了 人家不知你做什麼 但我做一次給你看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會按機 下一步 我就會按 就是x 接著按機 按什麼呢 就是formula01 我按1 A位是1 B位是1 C位是-10 12次方 所以我會按1 formula01 1exe 1exe 和-10 12次方 exe 理論上 你會出到正 第一個出正 正就是- 就是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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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6 6.9.5 小心抄錯 抄下1.9 你也會こ肯死 doncocl 接下來下一個你再出呢 就是x 然後出負數,就是負1,然後是00000.5,負就是正 然後1,然後是6.0,1,2,3,4,5,6.5,就是這個 然後是小過零,以往你會怎樣做呢? 根據紅色筆,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這個是一個小過零 就是男女主角,兩個人在一起,男女女在一起,只有兩個收場,要是結婚,要是分手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結婚的收場,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拿著綠色筆畫給你們看,好嗎? 其實這裡,如果我繼續做下去,你不難發現這裡有兩點 那兩點是什麼來的呢?就是,我侵一點都要這樣寫 這個就是負100000.5,而這一點就是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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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可以嗎? 而他的圖像,我經常都說,這個就是男左女右,一定記住金句口氣心法 這個就是女仔的反應,Gentlemen D,讓女仔先走 女仔的反應就是,箭嘴指向左邊,所以其實女仔就是向左走 就是向這邊走,嘩!很噁心 對,女仔就會是向左走 這裡是空心圓,因為這裡沒有等於 如果那個女仔都向左走 如果那個女仔都向左走 就是拿的就是拿 哪個部分呢? 就是拿現在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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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才拿部分,好嗎? 對不起,或者我先畫一畫 就是拿這個部分 嘩! 好,至於男仔的方向,就是一個女仔都走過來 是不是? 走到男仔那裡了 那男仔有些Gentlemen的,走過去 所以其實就應該是向這邊走 所以這個呢,大家就走在一起 這個就是結婚收場 那就是拿這邊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拿重疊的部分 就是拿這個部分 可以嗎? 所以下一個答案,如果我再寫下去 紅色部分 我繼續寫 X就會在兩個範圍裡 分別就是,先寫 右手邊這裡 就是小個 999999.5 但是機器也會大 就是這邊 就是 負 1 1 1 2 3 4 5 6 6.0 5 嘩! 好噁 對了,它也會大 這個 可以嗎? 如果紅色筆做 如果它是X 銀洞是X的話 就是這樣做 但紅色筆不出街 我教你做 可以嗎? 所以藍色筆我應該要怎麼寫 如果下次我考試我寫 我就寫藍色 下一步我就會這樣寫 你明知道X 剛才我給了灰色 就是6 over 5 整個東西的N次方 所以這個位我就會這樣出 就是6 over 5 整個東西的N次方 照抄紅色部分 就是-123456.5 好了,就是這個 第2個東西 就是6 over 5 整個東西 N次方 再加 就是 1 1 1 2 3 4 5 6.5 3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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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一步 就像紅色一樣 就是6 over 5 5 5 N次方 就會大 先寫這邊 就是-1 1 1 2 3 4 5 6 6.0 而這邊就是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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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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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n是整數,是 positive integer 所以基本上6 over 5 的 n 次方一定是大於0 其實這裡也不用想這個位置 換言之,這個可以轉為0 不過這個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看另外這一邊 所以現在我們不如考慮粉紅色這一邊 我給你一支筆 我先給你 我直接用粉紅色的highlight 給你 可能這樣更好些 所以我們考慮現在的就是這一邊 現在告訴別人,就是考慮 the following 好了,以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粉紅色那一邊 就是這一邊 好了,就會是 6 over 5 的 n 次 就小一個 1,2,3,4,5,6 有6.9.5 OK? 你給我,我就一定會左右兩邊取消 所以我左右兩邊取消 就是 6 over 5 的 n 次 就小一個 lock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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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小心點 寫少了一個9 或多一個9 你也會出事的 然後根據lock的定義 你可以把n 拔到最外邊 有個公式 所以其實拔到最外邊 把n放到最外邊 所以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n 就是lock 6 over 5 就會是小一個 lock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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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OK? 而事實上 我現在就會把 lock 6 over 5 整個東西 又成 就變成除 除了過去 是什麼意思呢? 你按機就按 lock 999 99.5 再除這個東西過去 再除 然後 6 over 5 就等於 所以你不難發現 其實n 我原汁原尾抄給你 即是n 就是 75 加速機 原汁原尾抄給你 就是 77 55 160 OK? 所以 換言之 n 你不難發現 是會小於75點幾 n 是要整數 還要小於75點幾 你要拿最 greatest value of n 所以你應該拿什麼? 當然拿75 對吧? 所以 換言之 對啦 換言之 我就回回 那個 greatest value of n of n is 75 那 那整件事已經完成了 行不行? OK? 好了 檢查一下 看看今天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詳細的問題 OK? 好了 至於這個就是 A part 的詳細答案 OK? 這個A part 都是錢的 這兩分都送給你 我覺得 好了 至於去到B part 這個就是B part 的詳細答案 OK? 行不行? 好了 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沒有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OK?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